大家好,我是陳羅鈞 一張合照就令到亞遜屋今日大幅抽高超過兩成 究竟是甚麼合照這麼有影響力呢? 答案就是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 和市議市國際主席林偉俊的合照 為何他們會見面呢? 難道王維基又有新的搞了? 我不會去的,她的同事打來我們 說想上來有些事情談一下,就是這樣 她自己搞一個大的平台 她是引入一些不同的商戶 那些商戶呢,這件事是我很買的 她說那些商戶一定是一些有商譽的,信得過的 別人在她的平台買東西,是安心的 詳細真是不知道她怎麼想 她希望我們都可以參與她這個 將我們的商品可以放在她裏 以及將亞遜屋可以放入她平台裏 林偉俊坦然,亞遜屋過去都不打算做虛擬銷售平台 但是她認為王維基今次的24小時電視購物頻道 有獨特之處 一路對外都是一路講我自己 其實我們發展了,寫好了一段時間 我們都沒有推動出來 其實我自己覺得用實體店 其實是有個好處對我 就是會令供應商比較容易爭取她們對我的信心 因為她有個不同的發酵 就是她有電視配合她 她自己的電視配合她 會不會這種發酵的麵包會大些呢 發到出來 沒有人知道的 我都期望這件事 雖然初次認識 但是林偉俊認為和王維基十分頭契 非常期望和她合作 其實繼續受我玩 我當然想在她平台有個位置 應該在城市應該很高的 即是這麼高責任的人 不會貿貿然出來亂做事 我覺得我看她 我真的在想其成 雖然購物頻道實話都未有一撇 但消息已經刺激試意試國際的股價 今日收市埋單計升近百分之十八 股評人鄧升興就認為 今次只是借消息炒上 因為貨源歸邊 股價很容易夾上 他認為有機會炒多一兩日 更加有機會勝算三元 但因為股價非常波動 建議投資者將止洩家放在兩個半的水平 今集的時間又夠了 下集再見 再見